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可以节点汉象 也可以节点用电的需求 所以很多事情是两面 像我们骑摩托车的人 下雨有时很讨厌 你穿了多少衣裤 裤管或哪里 鞋子还是会撕 可是往好的一方面看 台湾的汉象多多少少有点疏解 那天气不那么热 开冷气就比较没那么多 所以它其实也有好处 天降干凌 希望下酒一点 下大一点 有时候顺了孤情 就逆了扫衣 这是很平常的 所以过去每一任的台北市长当选都会来找我 所以有没有什么撇步 我都告诉他们 你要为多数的人的权利或者利益来考量 不要想说我每个人都要讨好 有些政治人物想讨好每个人 想讨好敌人 中置做不了什么事的 所以两害相前起其亲 这是我告诉历任市长的话 小总跑台北市很久 我老实讲 我看过这么多市长 我认识这么多市长 柯文哲是里面最草包的 没有能力 喜欢讲大话 一个政治人物 你在做了怎么烂 你总会可以看到一些成绩 柯文哲是 你几乎看不到什么成绩 要不然你都挺柯文哲 你讲讲看嘛 你讲讲看 所以 我们台湾有时候 你讲到选举有时候 他不一定是很理性 然后 大家就觉得说 就是爽嘛 今天有一份民调出来 台南四元 有百分之五十四的人不爽蔡英文 刚刚做出来的民调 蔡英文 蔡英文在台南得票 可是六十几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爽 你看最近的新闻嘛 不管真新闻或假新闻 你看了 你在电视上看到 他们拿起镰刀把所有香蕉把它割破 为了丢弃 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各位朋友 台湾的老百姓 我相信百分之六七十 跟小董一样 我们家都种田农民出生的 我们长辈是种田的 过去整个中国大陆到台湾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种田的 那你看了有什么感觉 香蕉辛苦把它收成 然后拿起镰刀把它划破 为了丢弃为了喂猪 猪还不吃 香蕉直接给猪吃 猪是不吃的 你要煮熟 你要煮熟煮烂 它才有办法吃 不然香蕉那个皮 那个纤维是很粗 粗得不得了 对不对 尤其那个深的香蕉 那个青绿色的香蕉 你看 那个哪有人有办法咬得动 然后你看 那些农民 老阿嬷 他们就拿起了镰刀 这样一个一个把它划破 丢弃 那是食物 各位朋友 你看了会不会心痛 会心痛 那你看蔡英文 蔡英文现在台南是农业县 农业大县 五十四个人讨厌她 为什么 因为你想到了小董 想了这些场景 你这两年都来 你有照顾到农民什么吗 你除了在斗争国民党 在抢头互联会 救国团 国以日报 你在做哪些事情 你讲 台湾有比较有尊严吗 那邦交国为什么会一直断 你的尊严在哪里 你每天讲漂亮的话 只会讲漂亮的话 做不了事 跟柯文哲一样 柯文哲每天在讲漂亮的话 说改变成真 请问这三年来 三年都来台北有改变什么 忌惮还是一模一样 就摆在那里 就一个图腾 台北市民选了这个饭桶 是个草包 你今天看 他做成哪一样事情 他最大的政策 四年盖两万户 在哪里 到年底 到年底 我都替他算好了 都市发展局都也承认了 柯文哲自己花包 自己盖的房子 一千三百零四户 距离两万户 多少 不用想嘛 大家加减乘除算一下 他只达到他 要做到的百分之 六点七 连一成都不到 饭桶就是饭桶 各位都来检验嘛 我们很多政策人物 你要金额起检验 蔡英文已经不起检验了 他讲农民都怎么样 农民多数都挺民进党 忙很久替他们 水果农产品卖去大陆 石斑鱼四目鱼 结果呢 他们票还是投蔡英文 那现在呢 现在你碰到怎么样的情况 各位讲来听嘛 台湾险起就是很爽 你不看谁比他务实 选出来的没有人 没有人是大家都满意的 你也没有一个候选人出来 你得到了一百分八十分 不可能 八十分都不可能 但是我们就会大量去挑剔 今天媒体讲 蔡英文骂农委会 要我说话里面才行动 农委会跟他报告 说现在专业的农民 连收入一百五十四万 蔡英文说 你还在当教授啊 你都用数字 都说农民是这样吗 现在民进党为什么在乎这个 他不在乎金公教 因为他认为金公教 不一定是他的票 现在金人年改 他不在乎 对不对 八百庄司又集结在立法院 他不太在乎 他在乎是农民 农民是他的选票 农民的选票崩盘的话 年底怎么选 各位你看到了吧 民进党在乎的是选票 其实不管农民或退伍军人 或者劳工或怎么样 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子民 大家应该都一样 可是民进党永远是算到 这个对我选举有什么好处 所以蔡英文会紧张 他要去挺住 要去扛吴云宁 就说我的农业 我的农民 我不要崩盘 这是我最大的一块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你看全国所有农业县 都是民进党执政 被认为农业县的 你看全部是 那 蔡英文在乎的是嫌疾 但是他妈 要我讲话里面才行动 你看到了 这些崩盘 代表怎么样的意义 代表民进党没撇步 他没有方式 他每天讲漂亮的 各位朋友是不是 我有时候看这新闻 我老实讲 看了都很难过 因为我们就是在重复 每个人来讲 别人不行自己最行 然后自己来做自己不行 常常也很多朋友 欠我 小董 你讲新闻到位 你知道看到重点 你知道怎么做 你来重振吗 你来嫌几言 嫌市长 嫌议员 嫌立委 嫌县县长 什么都 都有人找你 讲过 我毅力气节 因为我心太软 我老实讲 有些不合法的 来跟我哭哭啼啼 我就放了 那 那你就没办法做事 你知道吗 有时候做事 你要抓住一个 大家要一起平等 有时候不太容易 为什么不太容易 因为每个人的社会 经济地位不一样 今天一个穷人家 中低收入户 小孩好几个 他家住了破房子 你忍心猜吗 不忍心 那住在豪华精华期的人 他盖了为贱 你要不要拆 你要拆 那你公不公平 为什么拆了不拆 你就拆 在法律上应该都拆 你心太软 人家小孩好几个 你拆了以后 现在在下雨 天然地动 有钱人拆了 社会上股掌 太好了 可是你不公平 你不守法 各位 我就是知道我自己的个性 非常清楚 所以我从来不敢讲从政 虽然常有朋友欠我 但是 你看台湾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吴云宁被批了 抢占了媒体版面两三个礼拜 下来比较不会有 为什么比较不会有 因为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 这两个礼拜是台北市议会的市长执行 市长执行我们叫做总执行 那如果其他的呢 台北市议会有六个审查会 这六个审查委员会 它把三十几个局处 把它归纳为六种 就像立法院有八个审查会 就是委员会 他把有些东西把它归纳 譬如说国防跟金事跟外交 这个就归于一类 对不对 就归于一类 你就对 然后 环保跟卫生 跟内政 现在内政委员会跟环卫 已经分开了 那你看他把有一些 相近的把它归纳 台北市议会 有六个委员会 所以六个委员会的执行 叫做部门执行 市长的执行叫总执行 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 就叫总执行 总执行每个议员都对 吴云宁有兴趣 所以吴云宁就 就被交到议会被刑 那交来被刑以后 当然就针对 你年薪多少 然后你把 农场公司的钱拿去 让你表哥嫌疾 就变这样 很多话题就不断了 那下来为什么没有 因为总执行结束了 三个礼拜是结束了 那下来 吴云宁的新闻就是 减调约谈会怎么样 下来新闻就不大了 可是因为新闻就联系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保 蔡英文就着急了 因为你讲到吴云宁 就会讲到蔡英文 另外一个痛出 年轻人 年轻人的选票 各位你看蔡英文很多事情 民进党很多事情 你要想到第一个就是 政治跟选举 就是选举 所以蔡英文 为什么很多事情会怕 你只要讲到吴云宁 250万 年轻人就讲 你看家事好 上面关系好 蔡英文喜欢他 所以他可以什么都不懂 连报表都不会看可以领这么高的薪水 高薪 实习生 这是大家封出来的绰号 那对蔡英文来讲 这年轻的选票 各位有没有看到 民进党选票主要在哪里 我告诉各位 年轻人 农民 刚刚我讲的 种香蕉的吧 还有一个劳工 蔡英文每天都要去骗他们 你们是我心中最软的那一块 最主要就这三个期块 这三个期块 在台湾的人口比较多 你知道吗 尤其劳工 那你今天看到了就看出了 已经 劳工对蔡英文已经非常不满 一律一休 农民现在看到这个非常心痛 所以蔡英文在台南 的不满意度 百分之五十四 刚刚做出来的棉调 那年轻人更不爽 现在年轻人对蔡英文不满意度 非常高 大概七成你知道吗 美丽岛电子报 两个礼拜前做了棉调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有个吴英灵的典范啊 所以蔡英文为什么现在 开始发飙开始生气了 她平常假装笑咪咪的 现在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去飙农委会 因为 我现在事情都处理不完了 你们给我搞这个 农委会这个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农民 一部分是年轻人 年轻人比照吴英灵 那农民呢 相较一直降 降价降到这样 所以他们 蔡英文非常气 这等于说打到他 主要选票的两块 有个律师啊 叫林志勤 他是挺立的 他平常常帮民党讲话 当然你要帮男帮力讲话 都是自由啦 那要讲个道理嘛 他讲的道理很好笑 他说温宁 连薪250万 你们要骂他的人 连薪没有250万 还是不能骂他的 因为你没有到他那个境界 你没有到他那个境界 就你插太远了嘛 你年轻只有五六十万 一百万之内 你怎么去评论 连薪250万的人 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林志勤历史很好笑 我为什么讲他好笑 我等一下挤出来给各位听 淡江大学有个教授叫包正豪 他很气啊 他说我连薪有250万 我来骂 他就跳出来 郭敏昊有个候选人游书惠出来讲 哎呀你这讲不对 他今天在脸书讲 林志勤 挤出一个例子 他说就像金庸的射雕英雄传 他说射雕英雄传 里面有个坏人 叫梅超峰 各位可以上网查 梅花的梅 超人的超 风风雨雨的风啊 刮大风 台风的风 梅超峰 各位知道 东协黄耀师有四个徒弟啊 那徒弟偷了他的 九阴真经啊 他一路之下 把他们赶出去啊 还把他们打成残废 那这四个徒弟就是 陈贤峰 梅超峰什么 他们名字都有个峰啊 他说梅超峰武功很高 因为他脱了九阴真经啊 所以他可以打败江南八怪 那可是梅超峰的武功 跟东协黄耀师又差那么远 所以你们怎么用 江南七怪的角度去评断 东协黄耀师的武功 那是有层次的啦 我讲的 讲的活灵活现 我有时候看这 武侠角度我当然是很熟啦 像我们这种 当然很喜欢 以前没什么疑乐嘛 就是看看武侠小说或什么 但我讲 这个讲法是错的 表示他没有读通 第一个 金庸的社交运动传 没有江南八怪 没有这个名词 只有江南七怪 哪来了江南八怪 他写江南八怪不能拼 我听到我想 金庸每一部小说 我不敢讲辽如指掌啦 但至少都看过吧 怎么江南七怪变八怪 杨卓才有八怪 镇板桥 金东兴 对不对 罗两峰 才有杨卓八怪啊 什么江南哪有八怪呢 江南七怪是武侠小说的 江南八怪是 清朝时候 有八个在江南 非常会画画 会非常作诗 非常写字 这些人 他们的话都很值钱 所以才有这些嘛 那大律师讲的就不对了嘛 但是 江南奇怪有哪些人 考导了各位了吧 他们都小角色 他角色不小 他是郭敬的师父 江南七怪 最精彩的 就 他们大战 前真妻子的 邱楚吉 对不对 然后双边比拼 打了半天 后来他们做一个约定 这个约定是什么 刚好有两个小孩子 一个叫郭敬 一个叫杨康 邱楚吉 心思比较缜密 他是一个道士 他 他说我们各 说一个人为徒弟 18年后 让我们的徒弟来 来比较 谁打赢 谁就赢 这18年之内 很有意思 很有创意 这金庸一个很好的桥段 然后他就挑了杨康 杨康很聪明 杨康的爸爸杨铁心 那郭敬 杨康的爸爸跟郭敬 爸爸是结拜兄弟 可是蒙古人来了 就冲散了 那江南七怪就叫郭敬 郭敬很笨 很笨拙 所以他 这个18年之内 精彩就在这里 可是大家就讲 江南七怪 好像武功不好 所以 你们就忘了 江南七怪 是哪七个人 我不敢讲说 你要记得 才叫做独通 或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我听到大律师 他说你没有 你的收入 林志勤大律师 各位可以上那里 上新闻去看看 Google亚乌搜寻 双木林 智慧的智 德智体群的群 他说 你没有250万 你不能评断 我告诉你 江南七怪 大师傅 因为后来死的剩一个 大师傅叫 柯震 灰天扁如 是个瞎子 然后叫 妙所书生 朱葱 他是使那个 就是用笔 可以会点谢 第三个叫 马王神 含宝鸡 他是很会 像马 所以 在色雕里面 他出场的镜头 是骑着宝马 过来 第四个叫 南山桥子 南西人 他是一个农夫 然后 他就各行各业 他其实金庸故意 要把它弄成各行各业 有种田的 有桥乎的 有杀猪的 对不对 然后 卖马的 等于 然后 笑谜的 张阿森 他就是个胖子 就是杀猪的 然后 还有一个 叫 钱金花 他是一个 隐士 最后是一个 女生 叫 叶女健 韩小儿 韩小盈 我讲这个 当然顺口讲 可是 各位朋友 我不是要表明说 我熟到什么地步 我只是告诉 我们的朋友 当你要出来 做评论的时候 你最好把很多事情 弄清楚 第一个 不要不伦不类 第二个 不要隐错 那我们在讲 蔡英文的农业政策 他比马上有时代差很多 只要天气 是这种天气的话 农业都会盛产 今天如果马上就来当 他也会碰到 也会碰到农业盛产 那农业盛产 你要怎么去弄呢 你要怎么去推销 这个就政府 很大的功能 蔡英文政府 成立了一个 农业开发公司 说要推展到全世界 有没有功能 没有 可是很多人 抢到了这个位置 对不对 各位 抢到位置 哪高官哪高薪 养回猫 他有功能吗 蔡英文养多少 回猫 蔡翔翔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 小董真心话 小董真心话 我常在外边走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 我都听你真心话 真好听 所以小董 有时候就吹嘻 在台湾 听小董真心话 是最大的幸福 因为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看不到 或想到别人 没有想到的观点 有时候你说 这些观点有什么用 那不一定 至少你看新闻的角度 跟人家不一样 你不会人赢亦赢 那你如果在做生意 你想到 这蒋家庭 将来台湾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投资方向 对不对 你不要认为说 有些新闻跟你 是毫不相关的 川普跟金正恩见面 跟我们相关吗 当然相关 怎么不相关 我们整个亚洲 如果这个弄好了 很多投资就可以 你知道吗 你的对手会怎么样 南北韩现在铁路要通了 公路也要通了 下来的话 南韩为了示好北韩 就会跟他好好做生意 甚至会 欺旧的融络他 都会有 那南北韩一合作的话 北韩有大量的矿散 北韩还有非常多的稀土 他两边互相应用的话 他就会强 就变成我们更重要的对手 韩国是四小龙 过去的四小龙 现在台湾早就被踢出去 但是他在过去的 亚洲四小龙 他是跟我们最相近的 他是跟我们最相近的 就是说过去很多条件 跟我们相近 现在当然不相近 现在他已经超过我们一倍多了 包括薪水 包括什么都是 那可是过去 那可是过去 他的很多条件 跟我们是相近 那过去 我们跟香港 跟新加坡 那个收入是不能比的 过去 我们只是跟韩国在比 那 所以你看很多东西 他就是这样 那台湾很多东西 一比一倍下去 民进党不在乎 他们在乎险级 所以蔡英文想到一个方式 就是 我其实蔡英文 我也没什么能力 我就是文青的 以言可以赢得显战 对不对 大家听总统讲话 好开心喔 他什么都讲了 好温情喔 对不对 老公们 你是我心中 最快 最柔软的那一块 哇 听了感动吧 啊以后呢 以后谁理你啊 对不对 所以 就是这样 就 会讲漂亮的话 柯文哲每天讲漂亮的话 啊这个我来 就怎么样怎么样 有吗 什么都做不到 就是一个饭桶 可是 现在 大家开始 还有个蜜月期啊 现在蔡英文执政两年了 柯文哲执政三年多了 然后 你 你现在不但拿不出成绩 而且越做越差 越做越快 所以你就显现了嘛 蔡英文现在想到的方式是什么 打假新闻 就开始 那 他当总统喔 这个号令一出来 你知道有些人 就像佛帝谋一样 他有十个眼色 下面的人就会去执行 对不对 就会去执行 譬如讲 蔡英文说 我们 吴英宁是会做事的人 隆伟会要帮他 你要帮他做一些政治的运作啊 政治的攻防 所以就很多人就跳出来 帮吴英宁讲话了 有没有看到 本来民进党好多议员在打他 现在都不打了 赶快调回头来 很好笑啊 那他讲 假新闻 你看 马上行政宴 一堆人就出来骂 谁谁谁假新闻 然后呢 民进党的立委 喜智杰马上出来 我们要立法 做下新闻的人 最重可以抓去关 真的啊 关三天啊 然后就讲了活灵活现 各位 什么是假新闻 民进党是个鼓励的政党 就是最大的假新闻啊 这蔡英文那天讲的 民进党是故意的政党 不快笑了 揣人文都不快笑了 民进党故意在中 他哪里鼓励啊 这就是最大假新闻啊 可是他用一个新闻 然后 就说你这个 对他不利的批评政府的 就是假 然后用这个来钳制你 他是非常丢脸的 各位朋友 今天台湾社会走到这样 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现在被人家批评 其实现在的媒体 八成以上是挺民进党的 今天敢对民进党开战 天天骂他了 小总当然 我是一路上的 走来就是一直这样 谁值得我都会讲 可是民党做很多事情 他是太离谱 离谱到已经匪夷所思 所以你看到最后你会看不下去 这些讲漂亮的画人 拿他当选了 他是没有做事能力的 各位你可以看到了吧 强谱先事首长 最后一名是哪里 澎湖 陈光芙 陈光芙 陈光芙名字怎么来的 他出生那天刚好台湾光芙节 民党现在不称台湾光芙 民党是日本人的左狗 现在哪敢说台湾是光芙 光芙就是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 回到祖国中华民国的怀抱 叫光芙嘛 陈光芙民国四十六年出生 他爸爸好高兴 哎呀这天真是好日子 刚好就对台湾光芙节 全国都在插国旗 替我们庆祝 对不对 张登携台喜洋洋 光芙歌额大家唱 他们现在不承认 宿典忘祖 不是吗 民党宿典忘祖 他们已经不再讲光芙了 他们叫中战 中战五十年 中战六十年 不要脸 宿典忘祖 陈光芙当然很丢脸 小董在节目上讲过 对不对 澎湖县政府 把一块地便宜租给 他过去经营的公司 他说我已经没有出清那边股票了 我没有在上面有股份了 你没有股份 你太太在里面有股份 被人家抓包以后 就赶快说我放弃 真丢脸 我讲哦 你今天看到民进党的人 做什么 都可以 然后国民党做什么都不可以 非常可笑 但是 台湾社会要跟着进步 每个人都在想办法 每个国家人都在想办法 亚洲最成功 文在寅 文在寅 当川普说 我不要川金会了 文在寅马上跑进美国 好说歹说 促成川金会 南韩跟北韩 我们连在一块的土地 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现在是两个国家 同属一个民族 他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都是韩国人 很清楚啊 不错 美国跟我是盟友 最终 最久的盟友 我最大的靠山 可是 美国在西方 我在东方啊 我每天 跟我连结的 就是金正恩啊 所以我要做一些改变啊 如果大家 不要在兵容相见 好好来发展经济 那我们就两边都强啦 老实讲 你如果强了 国家有钱了 大家赚钱都很开心 对不对 就不会每天想起 做一些萧小行径啊 就是这样 所以他促全了 文在寅是一个 一个范例啊 李显龙是一个范例 李显龙说 赶快来我这里办 川津会赶快来我新加坡办 有人说啊 阿北韩那么穷 那钱谁出 李显龙说 通通我来出没问题 只要在我这里办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看啊 全世界都在看新加坡 对不对 各位你想想看 这对国家来讲 第一个我这里安全 第二个 你们派很多记者来 看到我的四龙 新加坡是整个 整个岛就像一个花园 真的 你去新加坡就发现 整个岛就像一个花园 然后 以英文 跟国语 我们的华语为主 英文 所以它是一个国际的城市 你到那边讲英文都可以 当然你要像小董这样 还会讲标准的闽南话 那就更好 我到那边 到市场去吃便 自己跑去吃便 我一讲 我一听他口音 我跟他讲闽南话 他听得好高兴 不要钱 我当然 在外面吃饭 有时候碰到人 不收我钱 有些老板嘛 或者收我很低的钱 我到新加坡人家想不要钱 不是因为像小董在 在台湾可能大名鼎鼎 对不对 他不认识我 他不晓得我是台湾有名的名嘴 不知道 他只是解你口音跟我一讲 然后就聊起来了 哇你从哪里 我说我是金门 哎呀我一听就知道 我也是金门 金门的第二代 好开心哦 本来请我吃便 一聊一开心 小菜又送来 通常不收钱 就这样 在牛车水 各位人不亲土亲 但是我讲 他这块土地是 很小 可是他可以创造出 亚洲最安全的地方 然后全世界最矚目的焦点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新加坡 你看到李显龙 李显龙是川金还没到 他就先到媒体中心 跟所有媒体打招呼 你看 你全世界都会报道我吧 我是东道主耶 然后你们记者有什么 需求我帮忙啊 怎么样 哇大家看一个笑咪咪的李显龙 对不对 是啊 然后接着 川普道 金正恩道 哇全世界的焦点都一直在 你去看CNN 看BBC 全世界ABC 或者CBS 美国所有的电视新闻网 全世界的新闻 三千个记者在这边采访啊 他们采访第一季讲的是什么 川金会在哪里即行 记者新加坡报道 川金会在新加坡 哪里哪里哪里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嘛 这个全世界焦点方这里 你这个地方不光彩的不行啊 李显龙说 不要谈论那个 出多少钱 我来出钱 记者讲说 那六亿耶 老实讲六亿我全世界在 全世界所有媒体报导我新加坡 报导一个礼拜 其指六亿 六十亿都买不到 各位我讲这东西你就懂嘛 你怎么去推销自己 李显龙是高手啊 那金正恩也更是高手 川普也不得了 对不对 他每个国家的领袖 他出来的意味是什么 我前面讲的文在寅 然后李显龙 金正恩 大家认为他是小悲伤 没有 你看他可以完成这样 全世界都在看他 川普 对不对 他的角色一样啊 翻来覆去 可是他本来就是世界最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严守都在为自己国家打拼 我们呢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回到 小董真心话 所以 全世界 看的就是 川金会 每个领导人为自己的国家 再做一些打拼 蔡英文 再为自己的政党 做年底 险战的铺牌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台湾现在先入怎么样困境 眼前的啦 眼前的 香蕉凤梨 盛产 賣不出去 你看到了镰刀 锅 划破了 香蕉 就是要让它唬烂 就是说我把它划破 我让它唬烂 我丢到田里 到田里来当肥料 我要喂猪还要煮熟 很麻烦 我把它丢到田里 收割了香蕉 卖不出去 把它割破皮 让到田里唬烂 让里面的果肉才可以 呈现出来 被虫 吃掉 被细菌 腐尸掉 就这样嘛 各位你看到会不会心痛 会 每个人都会心痛 那是死物嘛 你看到铺田的田屋 心如刀割 我真的心如刀割 我看它镰刀在割 香蕉的时候 我的心就像被镰刀割的 蔡英文手上也有一把镰刀 他收割别人的成果 柯文哲手上也有一把镰刀 他们也在收割别人的成果 我们成为镰刀派 柯文哲 媒体访问他 很气啊 好龙斌搞什么四大印 要是我我就不办 柯文哲最近在 出书啊 在讲他在台北市 最大的攻击 就是他办好 2016四大印 变成都自己的功劳 好 收割啊 四大印最大的功劳是谁 当然是好龙斌 还用讲嘛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好龙斌一办到四大印 然后开始做很多铺牌 因为我们是主办国 所以他的花言人 张其强 其中的其 强肉的强啊 我讲这样是希望各位上网 张其强接受访问 我们一接到主办前 规划的时候 张其强接受访问 那时候他是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花言人 他说我们会得26面金牌 各位你打张其强 26面金牌 Google雅务搜寻 新闻就出来了 就所有的铺牌都是 在我们掌握之下 后来柯文哲当前市长 通通收割 然后讲自己都了不起 这种人 脸皮 脸皮超厚啊 蔡英文呢 蔡英文的镰刀收割了 可是没有办法 让农民日子够更好 你今天看到的 台湾的情况就是这样 台湾很多机会丧失 但是啊 从太阳花事件以后 台湾已经没什么大的机会 尤其又选错了政党 选错蔡英文来执政 我真的讲 太阳花对台湾造成了整个伤害 今天你已经没办法 再去跟各国做很多公平的竞争了 完全没办法 为什么 我们是个外销国 你要卖很多东西出去 人家要抽税 那别人要进来 我们也要抽税 里面要订很多 协议和约 对不对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信用了 那我们过去很大的市场在中国大陆 太阳花还有民进党所有东西 他认为那是卖台 马航九在卖台 胡茂在卖台 当地民进党全力去相挺 那台湾的路就走 就走绝了 所以我上个礼拜在节目上讲 蔡英文为了期待 就说我们要新南向 我上个礼拜讲的就是 天下杂志访问殷奇 大陆工程的殷奇 他在印度投资13年 他说我回来了 因为那边的不确定性太高 我是有赚钱 但是我在那边一直打仲裁的官司 一直打 我期13年下有13个官司在打 还有7个我会有20个官司 为什么工程做完了拿不到钱 你只要打官司 就这样各位朋友 那不确定性非常高 所以我讲的东西 我也不是信口讲 你都可以找得到证据 小董讲的东西 你在Google Yahoo 中时电子报 或联合电子报 你搜寻都搜寻得到 你去搜寻张旗墙 工程张旗中的旗 其中 然后 墙呢 墙盛的墙 你只要Google搜寻 金牌26遍 你就可以看到专访他的稿子 但是 我们台湾 让这些收割派的人去获得好处 大家嘴巴讲漂亮 大家忘了太阳花 那时候小董出来 认为这个岐岐不可 会让台湾等路走绝 我们整个家族 我们住金门 整个家族没有在中国大陆有投资 但我知道非常多的人需要这个 我也不是鼓励你去 去有风险 有赚有赔 本来就是这样 投资本来就有赚有赔 但那边是一个机会 东南亚你要去也是一个机会 你要去越南当然也是个机会 可是你不能去丑化到 把政府 马航九跟他签了合约 你把他废弃 然后一路丑化他 今天丑化那些人今天怎么样 好像谁去那边做生意 谁就是卖台 对不对 我这两天看一个新闻 我看的非常感慨 奖心 奖心的书我都看了 美邪大师 我周遭很多朋友跟他很熟 也很崇拜他 他在大陆开发展 开发展就要干嘛 卖画 奖心支持太阳花 支持的不得了 你支持太阳花你就缓胡帽 你怎么还进来被卖画 小董你要算总账 我不是算总账 我讲一个人的人品 你要让人家看得起 你就不要去 我在大陆也买过奖心的书 我手上有好几本简体制奖心的书 对不对 然后别人去好像都在卖台 他的业户在那边开农场 做了投资啊 你们都可以 临藏走的妈妈在那边 当会计师十四年 赚了很多钱 很多人民币 各位我讲大家公平嘛 我不是对奖心有一件 我还是会看他的书 但是我讲 你自己去那边开发展卖花 然后你支持太阳花 奖心齁 是美学大师啦 他讲他跟林怀宏这些人 他在台湾也在开发展 但是我的重点当然不是讲他 我说我们做很多事情 你要考虑到你的后果嘛 你们这些人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真的奖心你们就觉得你们高人一等 奖心齁 接受自由时报的独家专访 民国103年3月24号 大家知道318是太阳花嘛 奖心呢 我练哦 忍不住炮风震乳处理两岸 胡茂协议构成草率 轻视台湾公民 他强调 支持学生 离开校园走上街头 这次的协议 比A百合还了不起啊 他说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威权时代了 公部门怎么会这么不信任公民 民众的反应是对的 奖心说 从国民党立委张庆忠 花30秒将胡茂协议 宋燕瑞存查的真理 到现在 公部门面对协议的态度 都令人感到心痛 如果公部门无人 没办法向公民解释胡茂的利害 关系 只好由公民自己来搞清楚啊 那 台湾已经走过悲情时代 应用更大的宽容去信任学院 然后 他支持罢课 他说罢课并不是不上课 只是把教室搬到街头 希望学生 上街做好准备 不是随波逐流 一路支持啊 那 你去那边卖画比别人高尚嘛 你去那边卖书比别人高尚嘛 对不对 王写荣去卖手机不高尚嘛 蔡衍明去卖米狗不高尚嘛 你们卖书的人 卖画的人 又是文人就高尚嘛 小董去那边演讲 我要收钱啊 我是靠演讲 靠讲话 靠评论为生的 要不然我要 我哪有什么收入 我到电视做评论 到电台做评论 我当然要收钱啊 因为我要综合很多资料 要访问很多人 然后告诉你这个新闻的本末啊 各位 这 这是我的工作啊 很多商人他去卖手机 卖米狗 他去卖他的产业 他需要胡帽啊 结果你们还胡帽 把台湾还成这样 我请问一下 你们就比较高尚吗 吴恋真你们就比较高尚吗 你去那边卖你的舞台剂 就比较高尚吗 因为你们是艺术家 艺术家卖画 卖舞台剂 你们就比较高尚啊 黄狗昌去卖他的著作 就高尚吗 每个人行业不一样 可是他出来的成果 他总是希望有更多人来买啊 各位朋友 今天台湾走到这样 很可惜是不是 今天谢谢你说听 谢谢